人类百米的极限是多少 法国的佩隆内特和蒂博博士 在综合了优秀运动员的身体代谢样本 并且经过数学方法计算后 得出的结论是 人类在2040年能够跑出惊人的9秒49 德国一所大学数学家埃尹马鲁 对田径各个项目的世界记录进行研究后认为 科学的介入可以提升运动员的速度 起跑反应时间 跑鞋材质 跑到橡胶颗粒的形状等细节问题 都可以提升成绩 他认为到了2060年 人类100米的极限将可以达到9秒29 而英国牛津大学的安德鲁泰特姆 在经过统计学的分析后 他预测认为 到了2156年 人类将能够跑到8秒079 然而 截至目前为止 人类百米的极限速度 连9秒大关的门槛都没有摸到 而由于百米接力项目中 运动员可以减少一个加速起跑的时间段 这让顶级运动员的接力水平抵达了更高的极限 在历史上 很早就有人在百米接力项目中突破9秒大关了 那么历史上百米接力最后一棒的极限速度是多少呢 第三名 8秒72 2012年伦敦奥运会 博尔特生吃贝利的名场面 当博尔特和贝利接过第四棒时 他们几乎是同时出发的 但由于博尔特的逆天能力 贝利成为了最尴尬的背景板 这一战 博尔特最后一棒跑出了8秒72 全力以赴的闪电 着实让人感到惊讶 第二名 8秒69 2013年莫斯科世锦赛 这是美国队距离胜利最接近的时刻 可惜的是 最后一棒的加特林交接棒失误 博尔特接棒后迈出了巨人的步伐 迅速超到了第一位 甚至不断加速拉开差距 最后一棒 博尔特轰出了8秒69 千万不要让博尔特落后 否则他会更加变态 第一名 8秒68 2008年北京奥运会 这是博尔特可求的三金时刻 这是鲍威尔威尔威震天下的一战 博尔特的横空出世 宣告亚买加短跑迎来了属于他们的辉煌时刻 而这一场白米接力 是亚买加天团宣告统治世界的证明 闭逆天下 水与争锋 8秒68 鲍威尔威尔也摘下了博尔特难以燃指的荣耀 当然 有人提出质疑 2015年巴哈马拿骚田径世锦赛 博尔特曾经在最后一棒跑出了惊人的8秒65 但事实上 那时的博尔特早已不再巅峰 冲线时甚至有点放水 而同场竞技的贝利也毫不逊色 种种细节证明 博尔特的8秒65 只是接力棒应答时间故障 计时器出现了错误 其实那场比赛 博尔特的真实成绩是8秒87 或许给巅峰博尔特一个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 他真的有能力去突破8秒68的极限 但是目前 鲍威尔仍然是最后一棒极限速度的保持者